以转播体育赛事为主的新媒体公司爱尔达 周二正式挂牌创新版上市 成销价格50元 蜜月行情盘中大涨最高一度来到78元 我们到这个上市创新版 就是希望更多的投资人看见认识 我相信在短中长期上 他应该都是会逐渐去成长 那每一次的运动赛事都是一个爆发点跟堆叠 爱尔达2023年营运税前净利1.72亿新台币 年增130% 每股盈于5.98元 背后大股东包括台达电创办人郑重华 联邦银行子公司联邦网通科技 宜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 体育这个市场是一个刚性需求 就是它其实强调的是一个及时性 就像新闻一样 如果不要有安博和子非法来介入的话 我认为台湾的运动体育市场的经济规模 应该会比现在成长好几倍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彼此 第一个我们过去20多年 20多年来是共同双赢 开盘仪式上包括策略伙伴中华电信的董事长 郭水毅也共同出席 四年一度全球运动赛事在即 巴黎奥运成为焦点 带动运动休闲产业 奥运概念股上市也引起市场关注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自新闻 台湾台北报道 打出来不会比起来是在超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